古巴马坦萨斯省一个石油储备基地的原油储罐 当地时间5号被雷电击中 引发了大火 几天之内已经发生了多次爆炸 截至当地时间的8号事故已经造成一人死亡 至少125人受伤 14人失踪 还有5000名附近的居民被迫疏散 位于古巴西部马坦萨斯省的石油储备基地 连日发生连环爆炸 当地时间8号 第三个原油储罐突然爆炸 火焰翻腾 裹挟着黑烟 直冲高空 并直逼第四个储罐 烟雾汹涌 远是整座基地 已蔓延至约100公里外的首都哈瓦那 大火在当地时间5号夜间发生 雷暴天气导致一个原油储罐遭闪电击中 爆炸起火 产生的高温和随风吹走的火球 蔓延到另一个原油储罐 在燃烧近40个小时后 第二个原油储罐7号深夜倒塌 罐内燃油溢出 使第三个原油储罐受损 发生爆炸 多架直升机正从高空喷水 救援人员树立屏障 阻止燃油泄漏 流向大海 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救援队伍 因古巴政府求援也加入救灾 火势一时仍难以压制 警察 警察 这座古巴最大的石油储备基地 共有8个原油储罐 每罐储量达30万桶原油 受这次爆炸事故影响 基地附近的热电厂已停止运营 而古巴目前电力供应紧张 首都哈瓦那8号白天供电也受到影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